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派生类的使用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怎么来创建一个派生类 在c-time的基础之上定义了一个c-current-time c-current-time这个类可以从c-time这个类继承c-time原有的一些方法和数据成员 同时我们在c-current-time这个类中增加了新的成员函数叫做init 除了增加新的成员函数之外 我们也可以在派生类中增加新的成员变量 甚至我们可以新定义积累中必有的方法 这一节我们就在上一节的记录之上 继续来完善c-current-time这个类 我们上一节定义的c-current-time这个派生类呢 介绍自c-time还用来读取当前的系统时间 然后对外部提供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呢都是介绍自c-time的 我们在项目中呢用的也比较好 但是呢现在客户突然来个需求说 你这个c-current-time怎么反合的小时是24进制的呢 那我现在需要12进制的你给我改一下 现在需求有了变更 因为当时客户没有说清楚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那客户说我现在已经调用了询问你的这个类 我的接口不想去改变了 我只是希望我在调用这个接口的时候 你给我的时间是12进制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前面也说过 派生类呢可以增加一些成员 比如增加一些方法 增加一些数据成员 同时呢也可以重新实现激烈的一些方法 那这个时候因为客户是在电用get hour获得时间的时候 想从24进制变成12进制 可以在c-current-time重新实现一下get hour这个方法 将24进的小时换算成12进制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需要来重新实现一下get hour 第一的时候呢需要保证跟鸡类的这个圆形是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派生类中实现一下 c-time这个类中的这个hour呢是private的呃这个成员 我们在派生类中是不能直接访问的 那我们可以用鸡类的get hour方法来获得它的值 比如我们可以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get hour 这样就可以获得几小时了 但是呢这里好像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发现它俩名称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是会不会导致这种地规的出现呢 其实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 导致地规的出现 派生类的方法 跟鸡类的方法同名的时候 会首先优先调用派生类的这种方法 如果这是我们想调用鸡类的c-time类的方法 我们怎么做呢 那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方法之前加上类名 这样就告诉变译器 我现在要调用的是c-time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不会导致这种混响 获得之后呢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hour是大于12的 我们就将它减去12 然后返回 那否则呢 那我们直接返回它就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证 返回的小人数一定是12进制的 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首先定义一个派生类的对象 然后呢需要调用派生类的init的方法 将到很多鱼 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个init的方法 放在它的勾当函数的内部 这样啊 我们每定义一个派生类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调用init的方法 你就不需要手动调用了 这个current time这个对象呢 去获得当前的系统时间 然后我们将它输出一下 现在的时间呢 是20点57分 12进制的话 应该是返回8点57分才对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是不是 现在确实是8点57分 派生类各个方法中引用的名声呢 优先引用派生类中的一些方法的 如果派生类中没有定义的话 才会引用鸡类的这个方法 像在派生类中 引用鸡类的一个方法的话呢 需要在这个方法前面显示的加上它搜索的类名 上一节我们也说过派生类对象呢 派生类对象内部呢 是包含一个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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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它内部是包含一个CTIME这个对象的 然后我们将CTIME这项展开 可以看到鸡类的各个成员的这个值 这也验证了派生类对象内部是确实是包含一个鸡类对象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A子鹅有一种关系 有一种关系呢 派生类的对象也是一个鸡类的对象 举个例子说动物中的老虎和狮子类都是动物类的一个子类 就是我们可以说老虎是动物 狮子是动物 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动物就是老虎 或者动物就是狮子 老虎是动物类的子类具备了动物的一定特征 但是呢动物类还包括其他的生物 比如说大象啊野马啊等等 同理呢可以说派生类是鸡类的一种 而不能说鸡类是派生类的一种 这就是A子鹅关系 所以说我们可以将一个派生类的对象来复制给鸡类对象 但是这个因为鸡类对象中不包含派生类的成员 所以说我们只能对鸡类部分进行复制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就这里呢我定一个cTime这样一个对象 Time 然后呢 我将派生类的对象 CurrentTime复制给它 接着输出Time的值 你行一下 Time的值是21点2分50秒 这也证明了 我们可以将一个派生类的对象 复制给一个鸡类的对象 除了可以将一个派生类对象 复制给一个鸡类对象的 我们也可以将一个鸡类的指针或者是引用 直接指向子类的对象 这个时候通过指针或引用呢 只能调用鸡类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定义一个cTime的一个指针 我们将将它指向一个派生类的对象 鸡类的指针只能调用鸡类的方法 不能调用派生类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调用 getHour 那这个时候是调用了鸡类的方法呢 还是调用派生类的方法呢 这里我们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F11 M跟进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鸡类的GandHour方法中 因为这个指针呢是鸡类类型的 所以它只能调用鸡类提供的一些方法 不能调用派生类提供的方法 在介绍完A则的关系之后呢 我们再来介绍第二种关系 叫做Hide的关系 公民思义呢 就是有一种关系 比如说汽车具有发动机 底盘 变速箱 轮胎等部件 那么汽车与发动机 变速箱的关系 就是一种Hide的关系 它是一种整体部分的关系 Hide的关系呢 可以通过包含来实现 什么叫做包含呢 就是说在一个类中 将另外一个类的对象 作为这个类的数据成员 这就会成为包含 下面呢 我们来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要新建一个CDTime类 用来管理日期和时间 那这个类呢 它只有三个成员 它只有四个成员 分别是年月日 这三个成员变量 同时呢 还有一个CTime类的对象 作为它的一个数据成员 首先我们添加头文件 清洁一下 叫DateTime 用来管理日期和时间 然后呢 是CB文件 那这样呢 我们就添加好了两个文件 在头文件里添加 防止重复包含的红开关 然后呢 开始来定义这个类 首先是三个安器类型的成员变量 用来表示年月日 另外呢 包括包含一个另外一个成员 是CTime类型的一个成员 用来管理时间 这里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使用十分秒 三个成员 但是呢 因为我们已经定义了CTime这个类 为了实现代码的复用呢 避免我们重复的实现 对时间的进行时间的管理 这里我们直接复用CTime类 将CTime类型的一个对象 作为CDayTime类的一个成员 那这里我们是要包含一下 CTime的头文件 然后我们添加各道函数和极构函数 再添加一个具有参数的各道函数 它具有六个参数 分别是年月日十分秒 都是int类型的 我们再定义一个方法 叫做Display方法 用来打印一下当前的年月日十分秒 CB文件里实现一下它们 首先呢需要包含DayTime头文件 首先是默认的各道函数 这里呢我们定义成空的 什么都不做 然后呢是吸购函数 默认的各道函数和吸购函数呢 现在都是空的 我们现在先不实现它们 待会呢我们会在它们内部打印一些东西 然后呢是具有参数的各道函数 参数比较多 我们给它拷购一下 具有参数的各道函数内部呢 我们直接对年月日进行复制 然后将10分秒设置到time对象内部 我们再拷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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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方法 我们在 display 方法内部呢 直接输出年月日十分秒 在这里我们就要包含一下 lstream.h 首先呢是年 月 日 然后呢是十分秒 我们要调用time对象的青年来获得它们 getHour get a minute the second the second mon.cvp里面 使用一下 cdaytime这个类 首先呢是要包含一下 time.h 定义一个cdaytime对象 daitime 还有几个参数 6个参数 随便来指定吧 比如2015年 2月 26号 19点28分50秒 然后呢 我们再调用一下 datetime的一个display方法 这样就可以打印一下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我们编译一下 有错误 是小写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在staytime这个类中呢 staytime类和staytime这个类的关系 就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一个类作为另外一个类的成员 这种关系就叫做包含关系 也被称为has关系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其他类的一个对象作为这个类的一个对象的时候 他们的构造和吸固顺序是怎么样的 为了更清楚的 我们需要在构造和吸固顺序内部来打印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里 来打印一下 构造函数 然后呢 在希构的时候 我们也打印一下 在staytime这个类中呢 我们也打印一下 希构的时候呢 来打印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首先呢 是staytime类的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呢 是staytime的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 当我们将一个类的对象作为另外一个类的一个成员的时候 首先呢 会构到这个作为成员的这个类 然后呢 再调用这个包含它的这样一个类的一个构造函数 结构的时候呢 顺移是相反的 首先呢 是调用作为整体的这个类的构构函数 然后呢 是调用被包含的这个类的构构函数 大家再看一下 cdaytime的构造函数的这个实现 在进入cdaytime的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首先是调用ctime的构造函数 这个时候是编译器自动为我们调用的 这个时候调用的是默认的构造函数 然后呢 再使用ctime类提供的一些方法来对它的三个成员进行复制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呢 是有副作用的 ctime类的三个成员 十分秒是被复制了两次 第一次呢 是在 调用默认构造函数的时候 给它复制给0 第二次呢 是使用ctime类提供的方法 来对它们进行设置 那这里呢 我们有一种比较高效的方法 直接在构造的时候 将十分秒设置给ctime类的对象 而我们需要也对它们复制两次 这里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初始化列表 将十分秒分别作为它的参数 这样就把它删掉 mtime这个对象呢 这个成员够到的时候 被初始化一个 又少复制了一次 看一下初始的结果 可以看到结果还是没有改变的 这里呢 要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说大家在使用一个类的对象 作为另外一个类的成员的时候 应该在初始化列表中 直接进行复制 这样的话效率是比较高的 如果在构档函数内部 再进行复制的话 这样的话就进行了二次复制化 效率比较差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最后一点我们要说的话 虽然继承呢 可以实现代码的复用 子类通过继承 就可以获得鸡类的一些功能 但是呢 大家不要滥用继承 我们在上面介绍了 A子的关系和Head子的关系 大家只有明确说 这两个类的关系是A子的关系的时候 才能使用继承 当满足Head子的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将类的对象 作为其他类的数据成员的这种方式